波波的美食课堂 大家好 又想在四十多月间这边中国所有美食的小波波 我们听你超过很多 很多美食系餐 但是让我们今天不足够了 我们今天来一期真正的科普 我们今天来好好说说牛排到底怎么吃 谢谢 首先我们得知道牛排的这种分类 牛排的分类一般按照牛身上的位置来区分 最最最常见的是一下几种 Fillet 费力 因为它是整头牛最不长用到的鸡肉 所以它是牛脊上最嫩的 但是它全都是瘦肉 Ribye 肉眼牛排 它不是牛的眼睛 它是牛的背部长肌 ZOOP 上断 瘦肉和肥肉它都有口感比较同和 Zero loin 西冷牛排 它不是冷的牛排 它是肉眼牛排的下面一端 韧度最大的部分 在肉的蜿蜒带一圈成白色的肉巾 特别有嚼头 Tomahawk Steak 丈夫牛排 它是在肋骨不围的三十厘米长的骨头 带一公斤肉的脸骨肉 特别像斧头 我像不像鬼也 对 别看名字那么霸气 其实它就是带骨头的肉眼牛排 Tbone 踢骨牛排 像踢型的鸡骨肉 中间有一块踢型的骨头 Tesla牛肉 肉多的一边是肉盐 肉少的一边是非力 另外 特别主意 我们经常能看到有些商家卖的牛排 写着什么 牛腩牌 雪花牌 日式小牛排 动不动就M5 M7 M9 卖的也便宜 记住了 不是所有牛身上的肉都能做成牛排 牛腩是用来刷火锅的 炖鸟肉 切肉丝炒菜还不错 但都不适合做牛排 口感完全不一样 把一块不能称为牛排的部分 底下卖给你 值不值 你想 你细想 牛排的配料其实很简单 只需要盐 黑胡椒 蒜 米点香 百里香就够了 常见的搭配姜料 有红酒浓缩 蘑菇酱 黑胡椒 我最喜欢的是红酒浓缩 备菜呢 也很简单 烤土豆 烤蘑菇 还有卧笋 如果你发现什么香烂牛排 自然牛排 咖喱牛排 奶香 蒜香 橙香 烧烤蜂蜜芥末 波波 时代变了 我们不吐槽 只可否 OK 如果你在家自己尝试做牛排的话 拿出你的小本本 记一下 和炒菜之前解冻肉一样 不要把牛排直接从冰箱拿出开始烤 要当它变成温的才可以开始 另外 盐 要么一个小时前放 要么一秒前放 不然这出来了 来不及被肉吸收回去 一般来说 每个阿根廷人一年要吃掉一百斤牛排 阿牛啊 抱歉 以下内容要求熟悉且全文背诵 下次直播抽查哦 牛排的熟度 一般分为五种 Rare 一分手 百分之七十五的肉 都是分白色的 而且 所以 有很多麻油独播 麻油独播 叫做鸡红蛋白 不是血 它可以增加牛排的口感 所以 别怕 medium rare 三分手 百分之五十的肉 都是粉色的 鸡红蛋白很少 是我最喜欢的 medium 五分手 这个时候的鸡红蛋白 已经完全干透了 medium well 七分手 基本上 只有一点点粉色了 全手 这个不要被送 作为一个阿根廷和意大利人 我发表的是五个人的想法 几分手和拳手相当于波罗披萨 以上其实都是一些知识点 但是我觉得真正能帮到大家的还是 牛排 到底怎么切 咱们讲得懂 第一刀很重要 做牛排最薄的一段开始切 这样可以避免浪费 第二刀 看一下纹理 如果顺着纹理切 切出来的牛排都是口香糖 所以要逆着纹理切 垂直切入口计划 有些人习惯把牛排切成一块一块的 然后再慢慢吃 肉的切面已经暴露了这么久 肉已经变凉变硬了 锻炼要紧 脸会变大 所以一定要切一块吃一块 如果按照一向的方法切完 然后肉还是很有嚼劲 可以用到再加纸牙齿中间 再切三次 这样对咬肉有帮助 如果你还是脚不动 你可以尝试 帮一下 是贵点的 本次的小客厂就到这里了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认真做笔记 别瞎自我提问的时候 又一问三不知 美食知识 只是为了帮大家更好的了解美食 还是那句话 美食 美味最重要 记住 每个人都没有认真 每个人都没有认真 你永远都没有认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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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